哈囉 歡迎收聽AsiaFam 927 923雙頻道聯播的節目 我是DJ趙偉 今天節目當中呢 來了一位Asia大來賓 他的歌呢 我從學生時代就在聽了 我只能說 他的音樂作品呢 帶給很多青春的男女 叫勇敢前進的力量 那今天很開心喔 看到他就是再度的回歸歌坦 帶來全新的作品 歡迎的是小球 哈囉大家 我是姊姊貝勒 我是小球 趙偉好 幹嘛這麼說 其實我們兩個年紀應該是同年的啦 騙人 真的假的 對對對 1985 喔比你再大一點 蛤 糟糕 把自己的年齡透露出來的 學長好 好 其實很開心看到小球 再次返回歌坦 帶來全新作品叫做什麼 心知所向 心知所向 我想提到小球 對許多朋友來講 剛開始認識你是來自於棉花糖樂團 對不對 那現在單飛發行 屬於你自己個人的專輯 心情如何呢 緊張 緊張 怎麼說 沒有班 沒有另外一班可以依靠是不是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像以前死屁孩一樣在那邊賴啊 然後比如說不想講的時候就可以丟給他 對 如果有另外一個 但現在不行 不行 現在要自己獨挑大量 但是有好處也有壞處 好處就是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就可以讓自己的心臟再強壯一點 然後跟更多人合作 然後開始有不一樣的感觸這樣子 現在也可以算是不是以新人之資 我覺得一直都是啊 然後有一些歌迷你知道 就是可能不見了 沒有很擔心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在需要的時候互相陪伴這件事情 那個當下是最重要的 那接下來可能你有自己的規劃 或者是有自己人生的不一樣的步伐 我覺得都很好 那如果有機會大家有緣再回來繼續聽歌 繼續成長繼續走也很棒 其實真的不用擔心 因為看到小球他的那個星空冒險日記的演唱會現場 知道 滿滿大平台的球迷 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個大合唱是還蠻感動的 而且剛剛完成台中場的演唱會 對對對 希望4月8號的那個高雄場 大家也可以盡情的狂歡 一定一定支持小球的球迷們 不要錯過4月8號高雄場的演唱會 謝謝 不過這台中場剛完成 你給自己打幾分呢 嗯 如果這樣的狀態 我給大家打100分 我給我自己大概打個 有80分 因為我那時候想說 我上台一定會死掉 因為我其實在到了場地的時候 我的頭還在燒 對 感冒 我那時候就想說 應該要躺一下吧 結果也沒躺 然後都在做事 嗯 然後我想說 到底要不要吃客流感在上陣 然後大家都舉手 來決定投票要不要吃客流感 然後再上場唱 然後大家都說不要吃 因為吃完都會昏 對對 頭會有點暈暈的 絕對不可以 然後所以我就沒有吃 就直接上場 然後就沒有想到 只要唱歌 就好像有比較好 但只要講話就是沒有聲音 是這樣 是這樣 喔辛苦 有點心疼啦 可是很開心啦 而且那天是下雨 對不對 還蠻冷的 那一天其實是下雨的狀態 結果沒想到 大家有聽歌朋友排隊的時候 還有自助會 大家就是為了不要讓大家排隊的人受到風寒 大家還去蓋章啊 然後還去自己處理號碼排的部分 很感動 因為其實大家是完成了 集體完成了一場演出 不是只有台上把音樂做好而已 沒錯 而且你的歌名真的 從頭到尾都沒有離開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但希望大家繼續身體健康 好的 你也是齁 保重一下身體 會會會 好在聊今天專輯音樂之前呢 我之前跟小球來分享一下 我不得不說 你這張專輯的包裝 算是近期我看到的實體唱片 我最喜歡的 謝謝你 我說真的 就是 包括這個有點像是手寫字體 然後有手繪的風格 閃亮亮的字體 而且整體是不是很像是 小王子的風格 我不知道為什麼 是給我第一個印象 就是這種感覺 這是你的idea嗎 這是我們大家集體的共識 我覺得 做專輯最好玩的地方 就是集體創作 就是一個teamwork 就是一個teamwork 然後也謝謝環球給我們的資源 可以讓我們的預算 做到閃亮亮的一個 發光發熱的一個實體 真的 感覺有點大手筆 但是很開心 我們這次的那個設計師建榮哥 他建榮哥 那時候其實中間其實有出了 很多很多的一些 即時的一些狀況的問題 就沒想到後來成品是這樣 是非常的感謝宇宙 感謝宇宙 但是如果大家有拿到實體 大家就會知道 就是趙偉剛剛在說什麼 對 一定要去買實體 唱片 因為他這個包裝 真的是相當精美 而且我很喜歡 就是這項專輯的最後 其實我有寫感謝名單 有有有 我真的很感謝 就是所有的支持我的朋友 然後不管是用正常的 那種正面的能量 或是用負面的能量 滋養我的 我覺得都是雙管旗下在餵養我 對對對 謝謝感謝小球 你的歌聲一集以來 帶給大家很溫暖的力量 謝謝 不管是之前在棉花糖時期 還是現在單飛發行 個人專輯心之所向 嗯 其實你的歌曲都是很感動人的 其實對我而言它只是一個媒介 只是說它只是喜歡唱歌 分享音樂 而是透過它的作品 它的歌聲 讓聽的人聽到之後 嗯 可能會有一些想法或是改變 嗯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也相信 其實就算大家在舞台下 沒有SPA-LINE沒有音樂配襯在你們身邊 可是你們在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每一個人真的就是在發光發熱 真的 我們來感受一下小球發光發熱 帶給大家溫暖的感覺的歌曲 心之所向 待會兒回來 對 因為白絲不解的夢境像獨特的星星 未來更遠的未來還跟著月亮的指引 人生旅途里 人生旅途里 多年不滅的真心是我愛你 讓你用心在心跟著我 跳著走著走出一股堅定 跳著跳著唱出穩暖的句 跳著跳著唱出穩暖的句 跳著跳著走出一股堅定 跳著跳著唱出穩暖的句 跳著跳著唱出穩暖的句 跳著跳著走出穩暖的句 跳著跳著走出穩暖的句 身体 要拥抱心智所强的灵灵 身高跟价值观 觉得非常爽 听到你的声音觉得很有活力 很适合今天一大早 我想小球过去音乐上的起点 来自于棉花糖乐团 不过我想有些歌迷 可能会有点疑问的是 为什么在 比如说多次入围 金曲奖之后 然后包括也站上了T.I.C.C. 你知道这个对于一个独立乐团来说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 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厉害的 我是菜团之后 一堆的前辈跟我讲 真的吗才知道 我当下其实不认为 这个是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刚好就到那个时候 不是应该是说 我就是觉得 我就是努力做好每一次的表演 只是每一次的场地 希望可以越唱越大 然后很感谢那些人 就是来T.I.C.看我们表演 可是我一直是说 我不知道原来这对于 独立音乐圈有这么大的一个 重要的里程碑 因为独立音乐 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好做 然后尤其是你们的歌迷 是累积越来越多 当然需要更大的场地 就很谢谢大家 就是感觉就很发展的不错 什么后来就 幼稚啊 你知道年轻气盛的时候 什么没有经历最多 吵架的经历最多的 然后平常可能 可能工作也没量没那么多 大家都在讨论工作 接下来的可能发展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一些争执 那有些争执的时候 没有第三个人站在旁边观看 更客观的眼光来看待的时候 吵架有时候都吵到一个很不理智 不理智的时候 我们其实没有想到自己有这么多人在听 真的是没有想到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好啊 那就不要玩啊 不要玩啊 不要玩啊 然后我们就PO脸书 好啊 那PO脸书啊 就PO脸书 是因为这样子啊 所以是有点出于冲动是不是 不理智的决定 是这样说吗 应该是说 虽然有缓了一些 我相信不理智的成分是 占非常非常高的比例 对 但是之后 没想到这件事情 发出去之后 开始有很多的回想 才知道说 哇 事情大掉了 对啊 那你当初怎么去解决 这么庞大的声浪 就只好继续往前走 只能够继续往前走 人生怎能这样啊 因为附水难收 我就想说 那既然已经下了决定了 就应该要负责 我觉得这是我想要 以身作折的方式 说到做到这样子 所以小球现在会后悔 当初做了这个 解散团体的决定吗 辛苦的时候 有时候会后悔 因为没有人可以帮你 cover很多的事情 可是其实一路走来 你会觉得 哇塞 那些真的就是必然发生的 因为没有那一次的事情 就是吵架 然后吵到最后就说 那我们猜团还不要做 也没有之后自己 独自单飞的一些经验 我才知道说 哇塞 原来神圣子之前 做这么多的事情 我都不知道 还在一直靠背他 没有 就是因为有那些事情 然后有些这些经历 我才有这样子的感触 然后才有办法 也因为这样子的道路上 我才遇到的 徐玉婷老师跟万芳姐 他们的舞台剧的邀约 然后到后来 为了盛导演的电影的邀约 我觉得在每一部 在你每一个选择当下 其实就是隐隐约约的 把你推到另外一个位置 把你推到另外一个位置 知道了电影演完了 然后电影其实是拍完了 然后才跟环球 有一个进一步的合作的 所以你不觉得这一切都是非常的 好像都搭得好好的 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 必经的一个过程 因为如果没有那些过程 我觉得我今天是没有办法 在现在这样的时间 用这样的方式 然后有这样的作品 跟大家见面 是是是 那小熊你觉得 比如说解散到现在一个人 单非发行专辑 那这过程当中 对你来讲 你觉得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你必须要去克服的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 应该是所有的情绪 都要自己第一手接触 然后第一手消化吸收 刚刚开始理解 因为其实自己是一个 很敏感的人 所以我把这些的情绪 都排除在外 我觉得只要省慎者 帮我handle所有的一切就好了 因为天塌下来 他会帮我解决 顶着 我不用管外面的事情 有多么的纷扰 我只要管好我自己的创作 管好我自己的小世界 小宇宙的情绪就好 其实我不知道外面 发生什么事 但因为现在我没有办法了 我必须要第一手的接收 到所有的东西 包含跟所有的人的接触 我才发现说 原来我原本的拥有的能力 是因为他的保护之下 我开始丧失了这些 这些我原本拥有的技能 我现在把这些技能 慢慢的拉回来 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是我的新的挑战 但是也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 有点像 穿了自己的能力回来 我必须要自己去面对 对我来说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很期待 等到未来 因为我 盛哲其实现在已经法术 变成一个小说家 然后他写的小说 真的非常的好看 如果有机会 大家也可以去看他的小说 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走的是 不一样的路 可是我们都在过自己的人生 我相信如果未来 彼此长大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或许等到有机会 时机成熟的 再一起合作 我觉得那是一个 不一样的棉花糖 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 对我自己实时听完 这张专辑心之所上 我觉得跟你过去在棉花糖时期 比较起来 可能以前就像你刚刚之前讲的 就是年轻气盛 对很年轻 所以那时候歌曲跟唱歌 听起来就是比较 青春 直接 然后或许有些叠叠壮壮 是 但现在将个人的专辑心之所上 就是更加的内敛 也三十二了 对 不要轻易把自己的年纪说出来 你知道现在是一个 你知道 个人的包装女歌手 要维持一下 我觉得还好吧 我觉得人生当中你也以为那些时间在你的身上 留下的痕迹是来自于皱纹或什么 没有 我觉得更多的是你生命的历程的养分 我觉得小求证是一个相当真的一位歌手 这样子非常好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首歌曲 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是时光机这首歌来自于你的作词作曲 没错 对 这个首歌是在什么灵感情况下写的呢 就是跟我爸吵架 爸爸吵架 怎么回事 因为我爸爸之前身体状况不好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堆人介绍他吃一堆药 然后我就觉得观念上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我就觉得他是需要多休息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要求自己到一个很完美很极致才愿意放过自己的人 人生不可能要求完美 所以他到现在都不放过自己 然后我因为这件事情跟他吵很久 吵到最后我们是互相不往来的 然后到后来他身体的所有的状况 其实是越来越每况愈下的 但是我没有 我被封锁消息了 所以是有一天我的心脏真的就是那时候状况很不好 我觉得我心脏很痛 然后我就上网PO脸说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脏痛 然后我就收到我的大嫂的私讯 他说爸爸现在在加护病房 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吗 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我没有办法联络到他 所以我就只好借由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上网 希望所有的人可以集气 然后祝我爸爸可以赶快脱离那个状态 然后就很感谢大家 因为后来听到 我那时候是真的很慌张 因为我还没有办法跟我爸联络了一阵子 然后我很怕我连最后那一面没有办法看到 可是我都还没有跟他可以化解那个状态 对化解那个结我很后悔 然后可是那件事情结束了 然后我哥哥叫我把那个资讯撤掉 因为他怕我爸又生气 看到我怎么样怎么样又生气了 然后我们都没有人在提过这件事情 然后有一天我在咖啡店的时候看到隔壁 就是刚好隔壁坐了一座母女 那个女儿在跟妈妈吵架 在吵她的哥哥的事情 就是在吵说为什么你都疼哥哥不疼我 然后真的在吵家务事 在咖啡店直接这样吵 我就在旁边突然间有一个灵感 我就写下了时光机这首歌 我觉得好像就是有一个sign在告诉我说 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在当下觉得这件事情好重要 为什么你不照我这样子做 为什么你要疼哥哥不疼我 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等到了真正在最危急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那个爱真的是最及时的 很多的时候你当下最纠结的过程 其实都不重要 对啊然后那时候这首歌就这样出来 可是后来我爸爸就是身体状况有慢慢的在恢复的过程当中 刚好我的电影也出来了 然后你知道我爸是一个摩羯座的人 他觉得荣耀对他来说可以让他振奋他的病情 摩羯座人真的不容易放过自己 对不容易放过自己 然后因为52赫兹这件事情 让他的身体状况开始觉得自己要调养 然后包含后来我跟环球唱片公司 又是国际唱片公司 他就觉得我必须要看到我女儿自己发光发热的样子 所以我要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 所以他开始剑走啊 然后开始让自己除了意志力维持之外 他开始做一些很多很多健康的尝试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很重要很玄 然后时光这件事情就变成了是一个过去式 可是就变成是我跟他之间的一个小小的回忆 当下的一个记录这样子 当下的一个记录跟一个纪念 对所以如果今天真的有哆啦A梦的时光机的话 小球会想要回到过去哪一个时间点 去做什么事情或什么样的改变呢 我不想做任何改变 可是我想要回到的是 我小时候我爸妈还没有离婚的时候 我只想要多看一眼 现在讲会很苦 我想要多看一眼 因为我很不珍惜那时候爸妈还感情很好 很融洽的时候 因为你觉得爸妈不会离婚 结果因为渐渐的你知道很多的生活 不是你想要希望这样子走就这样子走的 但是我不想要改变任何一切 因为是所有的一切带我走到现在这个阶段 如果没有这些养分 我没有办法用这样子的方式 唱这样子的歌 写这样子的词 然后来分享给大家 对我想要小球他那些感动呢 化为音乐 大家听起来一定会相当感动 如果你过去有所怀念的人事物的话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小球所演唱的 时光机 有没有时光机 把我带回去 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们重新延续 有没有时光机 把我带回去 或许我有勇气 也有足够智慧 拥抱我和你 因为时间太多就在前面 这一个表面 一个书彬 其实时间太多就在前面 其实时间太少 最难渴望着 时光能够 回到过去 有没有时光机 把我带回去 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们重新延续 有没有时光机 把我带回去 或许我有勇气 或许我有勇气 也要足够智慧 拥抱我和你 哈喽 再度回来节目现场 我是DJ赵伟 再次欢迎你的是小球 哈喽 我是小球张俊英 是的 发行个人第一张专辑 心之所向 没错 好 小球呢 在棉花堂 算是解散之后 这些年你都在做些什么呢 做自己啊 在找寻自己 在找寻自己迷惘的人生当中 什么时候 或才可以找到 自己真正的使命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似乎就是让你发现了 更多元 或是自己有更多 潜藏的可能性 对不对 我觉得应该是 别人在我身上看到 然后并且他们邀请我去做 他们认为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对给你的机会 给我的机会 然后我试着去做 我才发现说 原来我可以试看看这些角色 这些不一样的工作形式 包括你刚刚前面提到的 比如说演那个舞台剧 电影 这样子 你当初其实有想过说 自己会当演员吗 没有耶 我只有想过说 如果有机会可以演戏 是不是可以让自己的音乐 给更多人听见 在一个更短的时间之内 可是我没有想过是真的有人 因为我的特质 觉得适合那个角色 而请我去演的那个戏 是那你现在演过包括52次I Love You 对不对 还有那个圣诞快乐的那个舞台剧 你觉得演戏对你的音乐创作本身来讲 有没有什么样任何的一个帮助跟启发呢 很多时候啊 你觉得在当下得到的一些痛苦 都是你过不去的一些 不想要过去的一些功课 作业跟关卡 但是没想到这些东西 竟然成为你最后的创作能量 然后都会回到你的潜意识 直到你创作东西才会出来 如果你要真的问我说 真的学到了什么东西 我还不确定 但是真的就是养在我身体里面 就跟你吃什么 那就是生在里面 就已经内化到身体本身了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它其实就有点像环境影响 对啊 所以如果大家不知道自己接下来想要做什么 或是你现在真的觉得自己很迷惘的时候 多去让自己接触到一些 比如大自然也好 或者是接触一些 你可能认为立志的东西 对你来说现在不重要 或是打不动你 但是去书店走走 翻翻任何的书 就算这本书叫做 今天来点负能量 我觉得你或许也可以找到一些正能量 真的我同意你这个说法 我真的知道当下如果很迷惘 或者你真的没有方向的时候 你真的是应该把自己完全的就是放空去接收 你平常没有接触过的人 对或者是你放下心去看一场电影 或是看一场表演 然后做任何 或者去好好的让自己爱自己一下 可能就是让自己泡杯茶 然后给自己 然后告诉自己说 哇不要再累坏了 为什么还纠结那件事情 然后放过自己吧 把所有事情从十分的标准降到七分 降到六分都好 真的很棒 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推荐给大家 小秋本身你觉得你自己演完戏之后 你觉得你自己的戏演的如何 烂啊 干嘛这样子否定自己 不是啦应该是说 我很庆幸就是导演他们找我的时候就说 欸我没有要你演戏 我要你当本色演员 你就做你自己 我说啊 做我自己 我说好 然后所以真的 我之前在在50Hz I Love You的时候 我都会很常看那个PTT的那个电影版 讨论 然后对讨论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 接收到别人的观感的感想的人 他有心得 然后那时候我就看 就有一个人就说 我觉得小秋真的演的很烂耶 他就是一个负面的那样爆棚的人 他为什么可以去演一个这么正面的那样 乐观的一个小新的角色 我觉得很不适合 然后他还把 之前我在那个一个平台 叫女人迷的一个 我在那边有一个演讲的一个片段 然后我在讲就是我多悲观的这样子的状态 然后还把他放上去说 你看到他自己都承认自己是一个很悲观的人 然后我就会觉得超好笑的 因为如果真的认识我的人 知道我是一个很悲观的底子 可是等我的情绪消化过后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出来的东西就是像我现在呈现出来的 那别人就会说 这是一个很正面的女孩耶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应该是说 这两个东西都存在我们的体内 那如果说今天你觉得我演戏也很烂 其实你只是不认识我 因为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但是非常感谢你 因为这样子你开始关注了我 而且你还花了一天时间来写这个东西给我 写这个新的分享文这样子 我就超感动的 其实我觉得悲观跟乐观其实都是并存在一个人的体内的嘛 那你可能在这部戏当中你是把比较乐观的一面呈现出来 但是就像他的说法 好如果就算觉得你本身底子是悲观的人好 你能够演活这么乐观的人也是代表说是演技的像肯定的 可是我平常就是这样啊 我没有特别 我没有办法说我演的好不好 所以我都会说我演的很烂 但是如果有机会希望所有知道我觉得可以演戏的话 都来找我 都欢迎找小球 都欢迎找我 因为我很想知道我人生的极限在哪 像他是一个全方位发展的影歌137艺人 没有啦 我不重要 我只想知道我自己的极限在哪 其他头衔I don't care 对在里面其实有跟宇宙人的小玉谈恋爱对不对 感觉怎么样呢 兄妹啊哪有谈恋爱啊 高个男孩 我们就是很像家人很像兄妹 高度落差真的很大 高度落差30公分整整30公分 很夸张欸 辛苦的那些摄影机了 真的 辛苦摄影机 摄影师 辛苦摄影师啊 所以你本身你在选择另外一半的时候 男生身高 不在乎 不在乎 所以小玉这么高的身高落差你也都OK 我是一个谈恋爱 因为这个人我喜欢上就喜欢上 我不在乎他的任何的其他的附加条件 这样 但是后来才发现我不能谈恋爱 是因为我本身标准太高 太高了 所以有很多 嗯 哪些标准呢 致命伤啦 我觉得谈恋爱致命伤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跟我谈恋爱 你必须要是一个很要求自己的人 很要求自己 就是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的另外一半是有才华 但是他就愿意让自己的才华放在那边 然后养青苔 然后自己过着一般的生活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希望他可以看见自己的才华 并且让自己的才华发功发热 然后可以回归到社会 然后回馈到给他接触过后的每一个人 哦 所以真的只有十大结束青年有机会 还没有 所以我觉得跟我谈恋爱是很辛苦的 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想法是 我可以接受自己的人生当中是很多缺陷的 嗯 可是在我自己很擅长的地方 跟我很想要做的事情 我就是要做到好 因为我想要让这个样子的信念 就这样的价值观传达给别人 嗯 对 对 包含我会有缺陷这件事情 我也想要传达给别人 嗯 对 没错 这是小球自己的一个价值观 嗯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追我男生 或者是 或者是任何人就是放马过来 但是 我不一定可以变成你最优秀的另外一半 或最完美的另外一半 但我觉得我们如果真的谈恋爱 我们会在那段期间过得非常的精彩 嗯 对 但是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哦 我觉得这是一个哲学 是 叫做七分嘛 是 是不是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够到十分这么满 不然会有一些负面的状况出现 包括谈恋爱 我觉得以前会想要谈最完美的恋爱 嗯 想要做最完美的工作 想要当最完美的表演者 嗯 想要做每一份作业交到一百分 没有一百分 要做到最满 你后来才发现 不可能 对 尤其是当你进入了社会之后 你开始跌跌撞撞 你才发现 就算你再有满腔的抱负跟热血 你进到社会 嗯 梦想跟现实总是有一段跨不过去的鸿沟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是在听广播的朋友 如果你已经进社会了 对 刚进跟开始进了一段时间 跟进了一阵子之后 你一定会可以理解我跟赵伟在说些什么 对 但是如果你还是一个非常热血的青年 才刚开始还在求学这段 出门很多憧憬 非常好保持你们的热情 因为我们的热情就是要从学生时代 开始进入社会之后开始磨练 嗯 所有的热情被泼了很多的冷水 你还是充满热情 代表这件事情就是你最想做的事 真的 真的 不会被这个现实的因素环境所打倒 而且我跟你讲 就算你在做怎么有热情的事情 那个冷水真是一桶一桶的狂泼 就跟那个 那个什么 水上乐园一样 大力的狂泼你 所以所有的事情 不要再要求自己到完美 你才放过自己 八分七分 七分差不多 你觉得这件事情你达到了 比如说我做的准备功课这样子 可是凡事就是会有一些临时状况 那就放过自己吧 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首作品在专营当中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人生哲学 其实我本身也在学 我觉得也蛮值得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一起来学习 就是一个七分满的一个态度 其实我觉得就像是吃饭一样 你没有办法去吃十分饱 你会消化不良 会不舒服 对啊 所以有时候七分满是刚刚好的 没错 我们来听这首作品 来自小球所演唱的七分满 说也奇怪 放愿望去光阔的山海 与你的爱 其实一个人的日子早就已习惯 你像天开 日子第一次不停的幻想 无明无暗 十万余现实交叠后 换几张冲淡 画写画看 谁看穿谁又还在 人生 有时心酸 有时难看 有时时时笑着看 即使不会有指南 或许时先提醒我 生活只能几分满 我想喜欢你 爱上你 拥有你 拔占你 其他的我都不相关 我想看着你 渴望你 讨厌你 怪罪你 疯狂占据我的心本 我想有点闹 有点乖 我无事 因为你 我竟然会做你 不安 我是有点气 有点谎 从海上 我已不愿 我已不愿 再自我 欺瞒 无事 我已不愿 也感受到說你從過去到現在的沉澱跟蛻變 真的變得蠻成熟 像我剛剛廣告的時候 其實真的有成熟嗎 虧小球說其實你裡面住了一個老人的靈魂 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老人的靈魂 跟幼稚鬼的靈魂 只是他放在什麼時候 那你覺得你自己的幼稚鬼是 在另外一半啊 在什麼地方會呈現出來 當然就是在跟另外一半撒嬌的時候 另外一半相處的時候會變成小孩子 就像智障 講話 這樣子有點太歧視 講話會疊字嗎 吃飯飯 不會不會疊字 但是就會變成好像生活技能完全不會 完全喪失 我就會說我要吃飯 然後他就說那你要去吃什麼 我可能就會說我不知道隨便 但其實又會控制慾說那我要吃什麼 希望說對方能夠幫你決定或帶你去 我其實是一個 在工作上如果算是非常 在表演上好了 非常有控制慾 希望自己的表演怎麼樣呈現 或什麼什麼樣的人 但我如果在談天愛的時候 有時候會把自己放到最最最懶散的狀態 小秀過去呢 這段期間其實做了滿多事情 包括之前有出了EP 然後有去演了電影 然後舞台劇 我還賣了那個跑單幫 對 我之前要問你這件事情 賣衣服跑單幫 除了音樂相關的 你還會做哪些事情呢 跑單幫是 是你朋友找你去做這件事的嗎 其實是因為那時候棉花場休息的時候 還是想要找事情做 但是不想跟音樂做音樂相關 還想知道自己還有什麼能耐去做別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想要開早餐店 可是其實自己的資金根本沒有資格可以籌備到一家店 然後我朋友就說他也討厭油膩不想洗碗 因為我喜歡煮我非常喜歡煮飯 我非常喜歡在家裡開廚 下廚請朋友來家裡吃飯 然後幫朋友做便當的那種 但我朋友說可是我不想洗碗 然後我們就說那就賣衣服好了 所以我就跟朋友一起去日本跑單幫 開始跑貨啊 然後開始跑流程 然後開始知道自己原來在這方面非常的不足 因為其實有時候衣服是1680 我都把1480給網友 然後每一次結算的時候發現少了超多錢 然後我都會被我朋友罵 然後還有量衣服的時候40公分跟42公分 我真的覺得沒有差 但對別人來說真的有差 所以你對於數字是比較沒有概念 數字沒有 數字完全沒有概念 報表完全沒有概念 然後衣服的長度對我來說 我也沒有概念 重點是什麼 材質我不知道 我摸不清楚衣服的材質 我摸不清楚差別在哪裡 我也不清楚這個顏色跟那個顏色差別 就算我們現在在錄音間三個人都穿綠色 我分不清楚什麼綠什麼綠什麼綠 真的耶 三個人都穿綠色 這是今年春夏最流行的顏色嗎 草地綠啊 還有什麼均綠 我們分不清楚啊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說原來每個人都有自己擅長的部分 妳的頭髮是什麼顏色妳應該知道吧 我覺得它有點像紅色 螢光紅 粉紅色 我知道 你看 很難 因為它不是一個正色啦 就是不是純正的顏色 是其他的 所以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要做自己擅長的事 妳剛剛提到那個開早餐店妳是很喜歡下廚 那妳應該非常在行就是煮菜 拿手菜是什麼 只要是熱的食物我都喜歡炒 當季最便宜的是什麼菜 我就會帶那個什麼菜回家 冬天就喜歡煮火鍋 如果我媽種菜的時候 她最近摘了九層塔給我 我就會煮九層塔蛤蜊跟三杯雞 哇賽 妳真的很厲害 她有才華耶 不是啊妳知道 人生在自己快餓死的時候 妳想要讓自己吃的好 又不想讓自己吃太貴 所以感謝修團那時候我自己的生活經濟上出了一些問題 所以我開始進入了菜市場 才知道說有一些食材是非常的基本的 是妳的好朋友 像馬鈴薯啊 紅蘿蔔啊 玉米啊 這些都是妳家常必備的好幫手 嗯哼 聽得出來妳在下廚很有心 很喜歡 然後後來開始比較有錢的時候 開始紅酒燉牛肉啊之類的 所以妳這麼多菜 妳自己覺得最拿手 或是給人家吃人家 哇評價最好是哪一道菜 沒有我都開玩笑說 妳們不要落賽都可以來我家吃飯 所以朋友吃了之後 他們的感想是什麼 有時候就會說很好吃 但是如果太久沒下廚 他們就說 章軍今天這餐能吃嗎 啊怎麼感覺那個落差有點大 實驗廚房啊 我就說我很喜歡當成實驗廚房 那大家就可以一起來聚會 一起來家裡 希望有機會 如果未來真的有一個資金 然後可以就是開這樣子的廚房 然後請大家一起來吃飯 好一定一定 到時候有很多球迷會去捧場 照我一起來 沒問題一定會去 其實我覺得女生會下廚 我覺得真的不一定有用 沒有我覺得很加分 為什麼 基本上沒有我覺得 先不要論說做出來的東西能不能吃 我覺得 她只要肯進廚房 然後去動手去下廚 為什麼 就是一些很棒的事情啊 然後你知道廚藝是可以經過多次的磨練的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如果你的工作是非常需要腦力的人 對 你應該要找一個讓你自己做事情的時候是喜歡的 並且有一個規律性的 然後讓自己在做那件事情的時候 因為不能分心而放鬆心情的 像我就是煮飯 嗯 就專心在上面 對你專心在上面 要不然你會切到手啊 對 那你這時候你就不會想公事 對 這就是我為什麼喜歡騎單車的原因 啊你喜歡騎單車 也太累了吧 是那種會去騎 比如說一日北橫的那種 真的假的 從就是到宜蘭 騎到宜蘭那種 你很衝欸 然後一天 一日北中從台北騎到台中那種 那你會有想過要走入徒步環島台灣嗎 喔徒步環島我有朋友這樣子做 那你會想要嗎 我可能騎單車會比較 很喜歡騎單車環島 走路可能就還好 欸我想要走路環島欸 我覺得你會有很大的收穫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那時候好像是花了 退伍之後花了兩個多月吧 兩個月 他是因為時間是個人安排的 其實快慢你自己可以決定 你停留的時間每個點的長短 對他就這樣走一圈 然後我就覺得他回來之後 你就覺得這個人不一樣 嗯我覺得很多時候都會這樣子 對就是他甚至不用講話 你就覺得他給你感覺就是 他好像經過了什麼洗禮之類的 得到了什麼 真的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情是真的值得去做 就環島這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是說 你可以找到任何可以讓你 煥然一新的方式 那那個方式可能像是趙薇騎單車 那像我自己放鬆的方式是煮飯 對 或者是像有人是用徒步環島 任何的方式 或是你要出國旅遊都可以 你可以找到屬於你自己的方式 對 因為當你只要專注在上面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想那些 平常困擾你的煩惱那件事情 對 你當下你就會覺得很放鬆 你有紓壓的感覺 很重要 對 千萬不要只是一天到晚都在網路上面 好不好 上網宅在家裡面 專題當中有首歌曲 是不是反映出時下的網路世界呢 叫做隨口說說 是啊 這首歌曲我本身聽了 我覺得非常的有共鳴 幽默嗎 就有點反諷 但是我覺得真的也是呈現出時下的感覺 我真的之前有思考過這件事情 就是比如說 臉書上面其實某種層面都還蠻虛假的 真的假的 就是你沒有發現大家其實都呈現出來他很好的一面 沒有人願意在網路世界 去講一些他自己比較不好的 我有啊 但是大家都會罵我 如果我有出現不好的一面 大家就說 你怎麼可以傳達這種負能量 我心裡很想說 那這就是真實的我自己啊 為什麼只能開心不能不開心 對 我覺得這件事超怪 所以你當初為什麼會寫下這首歌 因為我自己有很多朋友 怎樣 然後每次要約 然後約到之後就沒約 可是其實更多的時候 是因為我出了社會 然後開始 我是真心的想要約每一個人 可是有時候是真的時間上沒有辦法 然後等我真的時間開始鬆的時候 我想說 為什麼那個人還不約我啊 然後不是講好了嗎 可是因為那個人沒有主動來約我的時候 對 我就很擔心我自己是不是在貼人家 樂點貼人家人屁股 然後有時候因為工作 比如說像是DJ好了 我就想說 欸那我們下次出來啊 那比如說離開了錄音間 我們就會很開心 對 但是講完之後 你也不確定對方是不是認真的 可是我是認真的 可是我沒有辦法得知 我就只能放在那邊等 然後等到最後 下一次見面的時候 又會覺得 喔每次都要隨口講講講 欸我覺得 我的想法跟你好像囉 真的 可是我們就是真實的 有些人就會說 比如說看到你 比如說po什麼 去哪裡玩的照片 然後他就會回覆說 啊怎麼都沒揪 沒揪什麼的 但是等一下有一天 你真的要揪他 他會去嗎 欸我不行欸 他就是有一些其他女兒穿 他就是不會去 沒有不准我去 對 然後什麼我 我那天什麼請不了假 我跟你講連假不能這樣請 真的 我連假已經請 我這次連假已經請了三天 我不能再多個五天了 所以你就會懷疑說 他們到底是不是認真的 對啊 然後包括他們有些回應 比如說看到你難過或怎麼樣 就說啊加油打氣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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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會過去 然後你就覺得說這個是 隨口說說 還是他是發自內心講的 所以 我覺得 尤其是我們這一行 因為 因為這一行他得到的那個關注 是太突然的 嗯 然後很多人喜歡你的時候是投射的 你有時候會分不清楚 比如說像 喔還有一個我覺得最明顯的好了 比如說像我自己的這個角色 很多人的時候都會台下說 小球我愛你 我真的好愛你喔 你知道愛這個都會聽久了你 有時候真的遇到自己 真的好像這個人要追你的時候 他會說小球我愛你 對 這個愛是那個愛嗎 對 你有時候會不確定 對你無法去分辨 對你無法去分辨 對很好笑 這個就是網路世界 所以有了這首歌 去隨口說說 嗯 很幽默喔 真的很幽默 這首歌我還蠻喜歡 節目就是最後呢跟大家做分享 希望大家不要隨口說說 是的 大家一定要去買小球 新之所向的實體專輯 好的 如果有機會大家也可以看我的 演出的粉絲專頁 來看我平常又在跟你們露露燈 說些什麼話 要搜尋什麼呢 你的Facebook 搜尋小球中堅英 還是中堅英小球 我不知道 都可以找到好不好 今天感謝小球中堅英 謝謝大家 4月8號高速演唱會成功 4月8號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出買票 Bye Bye This is something my darling 讓富豪替我感動 我們多麼自由 小朋友 吹風大風一面向我 像你的手 心情撫抹 憑近生活 始終節奏 更安全 更好好寄托 轻松 自在的时候 那些电话的时候 你说 你说 像阳光般的拥有 像白荷花的温柔 在每个平静夜空 爱你 爱你 Oh love is wonderful 满街大楼拥挤生活 忘了大大的小小的感动 要是生活 快活慢活 我们享受这份自由 微寻一阵片片空 忘记生活的发油 这世界开始不同 Love you love me Oh love is wonderful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love me Oh love you so wonderful Zither Harp